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本节课来讲解数据结构当中的双向循环链表 知识点为双向 双向循环链表 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知识点都是单链表 对于单链表 如果当前正指向一个特定的节点 比如说P节点 可以很方便的顺着链表的方向移动 访问后面的节点 如果要查找P节点之前的某个节点 则只能从表的起点开始往后查找 直到某一个节点的后续节点为P节点 为止 如果在一个应用问题 当中的经常需要 在两个方向上移动 那么呢就有必要采用双向链表 也就是我们这一刻所讨论的双向链表的知识点 双向链表的 每个节点 当中呢有一个数据域 和两个指针域 哎他有两个一个数据和两个指针域 一个 数据 指针域 和 两个 指针域 其中一个指针域呢是前驱 指针 前驱指针 以及呢 后继指针 包括这两个指针 前驱指针的话呢 他是指向他的这个前驱节点的 后续指针的 指向 他的后期 呃后续节点 呃对于 双向链表而言 呃如果要查找一个节点的前驱 呃如果要查找一个节点的前驱 节点的话呢就可以很容易的通过我们这个前驱指针 来找到 呃双向链表呢 呃也有 带头节点 和不带头节点之分 双向链表 通常为 双向 循环链表 这样呢 无论是插入还是删除 对链表当中第1个节点 最后一个节点的操作 和中间任意节点的操作过程 相同 而双向 非循环 链表 对这些节点的操作过程呢 就不相同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什么呢 带头的 呃带头节点的 双向 循环链表 简称为 双向链表 好的 了解了我们双向 呃循环 链表的 指示点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就来 实现 他的一些重要的 函 操作函数 首先呢 我们 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把我们现有的 呃 assistance 图文件 以及我们大包 node的图文件 亲家进来 我们这个大包node的图文件里面呢 我们就已经给大家定义了双向 呃 链表的节点 类 就是大包node 然后呢 我们的 呃 再来 呃 着重的来实现我们的 呃 大包 list 呃大包 呃 呃 lank list 的这个函数 他的类 他的类 然后呢 呃 首先呢 我们头文件 清加 新件下 选择 图文件 名称的话呢 为 大包 lank list 大包 lank list 点击 天家 OK if not define 大包 lank list define andif 首先呢 我们 呃 引用辅助包 include 是辅助包 然后呢 再include 双向链表节点类 大包 lank list 呃大包 大包node 节点类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定义双向链表类 双向链表类 顺线链表类 模板类 Template Class alum type class 类 大包两个 类似的 首先呢 我们定义 就是 呃 循环链表的 数据成员 protected protected 大包node alum type 星海的 然后呢 定义 英特性的 变量 lens 定义我们 车外函数 首先呢 是 呃 无参 呃 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我们来实现它这个无参数的构数 大包 blanklist blanklist 有参数的构造函数呢 我们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就不在这里体积 然后呢 是吸购函数 吸购函数 我们 呃 virtual 虚函数 double lanklist 然后呢 是 求循环链表的长度 求循环链表长度 硬测 guide length 然后呢 是判断循环链表是否为空 是否为空 是否为空 在我们这个主要的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删除元素 跟什么呢 跟在任意位置插入元素 任意位置插入元素 在任意位置插入元素 为它的返回之类型 为Standard 然后呢是Insert Ellum 硬材 然后呢是插入元素 Const EllumType AndE 当然还有这个删除元素 这两个呢是我们在面试题当中呢经常要考到的两个其他的倒是次要的我们着重的来讲解就是我们的元素插入跟删除 删除元素 删除元素 Standard Delete Ellum Int EllumType AndE 这是我们删除的这个元素 好的我们目前呢就只实现这几个函数吧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构则函数 构删除 构则函数 Template Class EllumType 然后呢是类名 然后呢是类名 DoubleLanklist 元素类型 EllumType DoubleLanklist 构造一个空的列表也是构则函数 首先呢 首先呢 构造头纸章 Head等于new DoubleNode EllumType 然后呢是 就 构造头纸节点如果失败的话呢就注入 注入程序 EllumType OrSert Head 然后呢 我们 空循环 图链表节点的前驱 后继 为图链点本身 空循环 链表的图链点 的前驱 后继 为什么呢 偷链点本身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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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yor 就是它的这个前驱 节点 等于 Head Next 后继节点 等于 Head本身 然后呢 处数化 元素 个数 Lens 等于0 OK 这是构则函数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就是 求循环链表的这个长度 长度 当然 它还有这个吸购函数 吸购函数的话呢 它这个很简单 直接是调用这个clear函数 可以了 当然我们也把它需要这个实现 double lanklist Elem type 吸购函数 吸购函数里面 我们直接调用这个clear 就是我们的清理 清理函数 当然我们的清理函数呢 没有在这个实现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也不 这是只是说是 清空 清空 循环 列表 然后呢是释放 Delete 释放Head 释放 头节点 空间 好的 这是吸购函数 然后呢我们再来实现它的这个getless函数 template 然后呢 呃定义这个 硬测 double lanklist Elem type getless const getless里面呢直接是 return lans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呃它的这个 呃判断 循环链表是否为空 呃此函数的这个实现过程 它的返回之类型呢为 bo 然后呢是类名 元素类型 元素类型 elem type 函数名 is employee empty cost 修饰 函数体里面呢我们是直接return 是什么呢 head gnext headgnext 判断 headgnext 是否等于head 如果等于head的话呢 则说明本链表呢为空的 是为空的 然后呢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呃它的这个在任意位置 插入元素和删除元素 首先呢我们现在看 呃在这个 呃 insert 呃任意位置 插入 元素 插入元素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返回之类型呢是standard 呃就是这个 呃状态 double lanklist 元素类型 insert elum intern const elum type add e 函数体里面呢 哎函数体里面首先我们 呃定义 呃 指针变量 double lanklist double node double node lm type 星p 等于head 接next 然后定一个这个 性q 定义 int型的 count 然后呢我们 我们 如果判断这个范围不合适呢 呃我们就return error if什么呢 i小于1 或者说 i大于 lens加1 则我们就直接return range error 范围错误 ok errors的话呢 就是这个i呢是合法的 而是合法的话呢 我们 就在相应的位置呢 来插入 当然我们先循环到 我们的要插入的位置 count等于1 count 小于i 然后呢让i呢按照count进行自家 我们就让这个p呢 将p 移动到 我们 i的下一个位置 i移动我们的第1个节点 找到了之后呢 让这个 再生成我们这个新的 呃节点q 等于 new double null的 alum type e pgenprol 是这个 是他的这个p的前向 然后呢是p 就是在这个 p之前呢 p的前驱节点这个next 指向我们的这个q p的前驱节点 的next 等于q 而我们的 p的前驱呢 也指向的是q p的前驱也指向的是q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让这个 lens呢 进行自家 好的 呃插入成功之后呢最后呢我们就 reter success s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元素的插入 元素插入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删除 删除 删除的话呢他这个其实呢也不难 啊 standard 反护制类型 double lank list 类名 然后呢元素类型 anom type delete anom inti anom type and e 还是题里面呢我们当然也是一样我们这个 i 首先我们先定义 呃他的这个变量啊 其实说是我们先把他呢 呃前面的这几个呢复制粘贴过来 当然这一块呢我们不需要q 不需要q 然后呢直接else l 我们i是合法的 我们就来删除 我们 i的这个节点 的值 for count 等于1 等于1 cant小于i cant++ 找到 让p呢直线我们的这个i 找到我们的这个i节点 然后呢 让p tou 然后 j j 很 恰 Con h g ش ег P的这个前驱节点的next,指向P节点的后级节点,这样子的话就把P删除了,而P的next的前驱节点 就是它的这个后级节点的这个前驱节点,指向P的前驱节点,这需要操作两步 就可以了 然后让我们的1等于P-Data,Lens-Delet-B,释放内存,Return,Success 好的,而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元素插入的话呢,我们首先让P的这个前驱节点的next,指向Q 而让Q的这个前驱节点呢,指向我们P的前驱节点 而P的前驱节点,指向Q之后呢,让Q的next等于P 就可以了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关于 我们的这个双向循环链表类 当中这个主要函数是什么函数呢?主要的函数就是我们的这个插入元素和删除元素这两个函数的这个实现过程 当然关于我们这个双向循环链表的这个 知识点呢 在这个 面试题当中的他的知识点呢,我们就讲解这些 下面呢,我们来布置我们这几个这个作业 作业的话呢,我们实现 双向循环链表的 清空函数 好的,关于双向循环链表的内容呢就讲解这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